來看一隻這麼大大的糾丁海馬 鹿島除了是台灣最好的潛水地點 這裡更是微距天堂 因為這裡遍地都是微小的海洋生物 特別是海兔 在這裡就有超過200個品種 有些更是鹿島獨有 例如這一種暫時被稱為小草莓的海兔 這裡就很適合水蝕外耗者 這幾天可以拍到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了 拍到雙眼睛了 鹿島還有這隻平時很少見的豆釘海馬 它的體積很小 好像一毫子那麼大 如果不是教練發現 就真的會錯過了 在台灣潛水出名岸潛機會比較多 即是要在岸邊走到出去才開始下潛 但是台灣沿岸也有很多招石 很利 很吉腳 所以潛水要預備一對 比較厚底的潛水鞋才行 台灣之所以流行岸潛 是因為自從國共對峙開始 就有所謂海禁 凡是開船出海 不管是遠還是近 船隻和乘客都必須視線登記 所以有些潛水店為了避免麻煩 就選擇搞岸潛 當然如果想舒服點想去船潛的話 其實也不難找 其實岸潛又有什麼好跑 岸潛雖然聽起來是辛苦 但好像鹿島這種 在岸邊已經遍地海洋生態的地方 岸潛其實簡單得來又有彈性 而這晚我們就在岸邊 遇上了一年只得一次的珊瑚產崙 首先你要搞清楚 珊瑚是動物 不是植物 每年春天某個大潮的夜晚 各種珊瑚就好像約好了 集體排出精子和卵子 目前其實都不知道珊瑚集體排卵的原因是什麼 估計就是為了提高成功繁殖的機會 雜時之間 水裡漂浮著以億計的精和卵 隨緣而結合 壯觀得來其實都挺浪漫的